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在京都的老屋 老屋下人在大阪金板電車天滿橋的第14號出口這邊 今天要帶大家去住一家金板的飯店 它會在天滿橋站出來步行大約兩分鐘的好地方 從車站出來過馬路走到對面 這就是我們剛才出站的電車站啦 然後往右手邊這邊直走 一直直走 一直直走 飯店就在我們左手邊這邊啦 當然 就是這家啦 金板飯店天滿站前 讓我們進去做check-in吧 你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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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記念品 謝謝 請問一下 房間15階的1511公室 請問一下 晚上7時到這裡的入口 1萬元 因為他們房間裡面沒有放備品的關係 所以備品要在一樓這邊先拿 先看看有什麼 牙刷 不低套爐 化妝水 洗面爐 卸妝爐 刮鬍水 乳液 咖啡 奶粉 砂糖 茶 紅茶 髮圈 化妝棉 棉花棒 攪拌棒 刮鬍刀 梳子 拖鞋 拿完備品之後就讓我們走去房間吧 今天的房間在15樓 我們的房間是1511 右邊 很快 就在這邊1511的就是我的房間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房間啦 雖然老屋只有一個人在這訂了雙床房的房型 那一樣我們從玄關這邊看 玄關這邊的話有一面全身鏡 後面這邊的話有掛衣服的地方 這邊是四支衣架 上面這個的話它是空的來的 鑽子 這邊有一個行李架 消臭劑 刷鞋的 下面有金庫 這邊有兩雙室內拖 這邊是mini bar 兩個馬克杯跟兩個玻璃杯 然後這邊是攪拌的東西 衛生紙 電話 這個是燈 熱水壺 冰桶 下面的抽屜室 這個的話是問卷 這個的話是問卷 這邊有鏡子 這個是筆記用具跟手電筒 左邊這個是空的 這個是冰箱 空的 這邊有個小沙發跟一個小茶几 電視 遙控器 空氣清淨機 垃圾桶 我們來看看它的風景 打開 哇 有看到嗎 我把窗簾拉上了 這是它的景觀 再來是看我的床頭 這邊有寫著金板的睡衣一件式的 一顆枕頭 棉被的部分的話厚度普通 一個兩孔插座 一個USB插座 然後這是電源的總開關 這邊這一台是可以調整各式各樣的遙控器 這邊是調整電燈的 可以全部開啟 然後可以全部關閉 再把它打開 入口小約燈房間 這個是調整空調的 鬧鐘 還有可以選擇語言的部分 英文日文 房中簡中跟韓文 再來我們往這邊看 這個是馬桶 那這一格就是浴室啦 洗面台 兩條浴巾 洗臉間洗手的 漱口碑 浴巾 吹風機 吹風機的話是Panasonic的吹風機 這邊有一塊彩腳墊 打開啦 哇 我們的浴室 它電話版這邊有個花灑 然後就看起來很厲害的蓮蓬頭 這個調整的也很厲害的感覺 沒看過 今天晚上來試試 一樣這邊衛浴用品有放洗髮 金潤髮乳跟沐浴乳 這邊還很貼心的有放浴室的椅子跟水桶 好啦那這就是我們房間的介紹到此結束啦 17樓這邊有自動販賣機 還有製冰機 還有製冰機 後面有微波爐跟運動三台 還有運動的板子 它這邊說它走廊最裡面的那個窗戶 可以看得到大阪城 它走廊這邊真的可以看到大阪城耶 它9樓也有自動販賣機跟製冰機 還有微波爐 現在來到一樓 左邊這邊是自助頭臂洗衣機 洗到乾燥3公斤120分鐘500日圓 對面這邊是吸煙室 在便利商店買了一些小林者回去吃 它這邊電視下面可以選擇語言耶 然後還可以看Youtube 我可以感受到我上一個住客應該是個中國人 你看周杰倫 唐山打人世界把握傘 書小河批判書 西行記 拼多多慢落 烏克蘭 這就是今天簡單的晚餐 留著一些味給明天好吃的早餐 這是他們家的睡衣 一件事的而且很長 聽著深度睡眠的音樂 準備準備來睡覺啦 準備來睡覺啦 大家晚安啦 大家早安啊 唉唷 唉唷 起床了 來看一下早上的大阪 哇 好 好亮喔 今天人就是天氣很好的一天呢 好啦,現在已經早上8點半了 早餐時間是早上7點到10點 最後入場是9點半 要趕快出門了 那次在那邊關了 先在那裡了 宝靜 壓下去就選了 普通說 總要在那裡了 进来有章鱼烧 鸡块鸭肉 味噌汤 咖喱 饭 白饭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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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豆漿耶 等一下来喝喝看 这就是今天的早餐啦 开动啦 今天来吃点菜 吃点菜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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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已经快十点半了 那我们准备去退房吧 走溜 好 好啦 那我们退房完成啦 感谢我们昨天的住宿 拜拜